我们反议本案的申请 也就是没有同意 金广会赶在中秋节前夕 以四大理由 将中信金的收购案打了回票 跌破众人眼镜 如果是完全是敌意的话 目前我们认为 比较鼓励的 希望还是用现金 金广会强调期盼敌意并购 采全数现金的方式来进行 尽管踢到铁板 但中信金仍不放弃 在中初节晚间 忽兰发出众训 以四十字传达并购新光金的决心 上头写道将尽快重新修订计划 并且在本周五再送董事会核定 但台新新光金想要顺利完成合并 还得通过四十数万名新光金股东这关 而新光金这次寄出两百元超商商品卡 几乎是历年来最多 看得出展现诚意 要吸引小股东走出门 持有一张以上的小股东 可以在十月三号前到征筹场所 或委托代理人领取 但如果是零股股东 就只能在十月九号当天 亲自到股东会现场领取 眼看新兴病只差临门一角 中兴金除了有望在周五重新送件董事会 败布复活 十月十一号的股东临时会 已将送给六十四点四万名股东 不锈钢多功能晚 拉努明星为日后并购之路做足准备 小学正确刘福慈特别报道